Q版妈祖热气球缓缓升空 造型可爱却不失庄严 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宁华20号 在台东陆野高台抢先登场 台东县长饶庆林和天后宫董事长 一起捧着妈祖神像搭上热气球 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宁华 将在6月30号到8月28号登场 今年有超过50颗热气球 以及9场光调音乐会 其中3场在加码无人计表演 今年的妈祖热气球是全球第一颗 那么它的特色是 它的制造过程非常的繁复 它比一般我们正常的 一般造型多了两倍的功 飞行员的部分也要特别的训练 是这样比较特别的 红乌龙完全是走重发酵 而且我们也都是守栽茶 另外在陆野高台周边 也有店家贩售茶叶 来到店内能看到现场冲泡 不止有好看的热气球 也带动周边观光上机 TV新闻的刘景元台东采访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